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408集 解决完杀手 等到两人回到王府已是紫夜时分 季云开也顾不得休息 列了一张清单给萧九安让他准备材料 季云开给萧九安列的单子是一个炸药的分量 萧九安需要多少就准备多少的料 季云开不做主 他只负责制作 当然 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 季云开连制作的方法都附上了 如果萧九安不让他做 他会很高兴 连制作方法都有 你就不怕本王杀你灭口 萧九安扫了一眼配方与方法 就吃这东西一点也不难 只要懂得人看两眼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至于配方的比例 这个也不难 多试几次就行了 季云开似笑非笑地看着萧九安 根本不把萧九安的话放在心上 为了这么点东西杀我灭口 不觉得亏吗 萧九安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说道 凤奇并不懂 这话看似没有特别的意思 也像是萧九安随口一问 可季云开也知这是萧九安的试探 他想知道他从哪学来的 琉璃的方子 炸药的方子 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学到的 可是萧九安问 他就要说吗 萧九安是他什么人 我师兄不会的东西多着呢 当然 我师兄会的东西更多 谁规定凤奇不会的 他也不能会 难不成凤奇会的他都要会 什么逻辑 他很快就不是你的师兄 萧九安不喜欢从季云开嘴里说出我师兄三个字 那种感觉就好像季云开和凤奇才是一家人一样 虽然他们看着是更像一家人 可事实上他和季云开才是一家人 季云开拧了拧眉 没有说话 凤奇的事他多少知道一些 也能理解凤奇的选择 且不论他还是不是原主 对天一谷的感情都不深 是已 凤奇是不是天一谷的大弟子 对他的影响都不大 只要凤奇不会因为他不是他的小师妹就与他生疏了 或者想要更进一步 那么他和凤奇就永远可以和现在一样 是的 对他和凤奇来说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他知道凤奇对他的感情 可他注定无法回应 如果凤奇想不明白 他想他们也回不去了 虽然会有遗憾 但季云开却不悔 有些感情容不得暧昧 他不能害人害己 季云开摆明了不想多说 萧九安自是不会再多言 他知道季云开是个聪明人 聪明地知道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至于凤奇的想法和感情 那不是季云开能决定的事 他再不讲理 也不会拿这事为难季云开 萧九安拿着清单出去 算了一遍后 重新列了一张单子 让管事分开准备 是的 每人负责一样 且萧九安还特意加了几样不需要的东西 务必不能让人知道他具体要什么 把东西全备齐后 萧九安这才让季云开过来 让他开始制作 因不想让太多人知道炸药的事 是以萧九安没有安排其他人 只有季云开一个人 面对一屋子的材料 季云开不由地叹气 王爷 份量是不是太多了 这些材料少说也能做上上百个炸药吧 萧九安要这么多炸药干嘛 炸皇宫吗 或者如他所说的 去炸银楼 天亮之前 能做多少做多少 萧九安并没有为难季云开 要季云开把所有的材料都做完 季云开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认命地开始制作炸药 刚开始 季云开还以为 萧九安待在房内 是要跟他学怎么制作炸药 可又傲娇地不愿意开口 是以他体贴地放缓了速度 而萧九安也确实如他所想 全程盯着他 可是当他放缓速度做到第五个炸药 仍旧不见萧九安动手 季云开就知道 这男人学归学 但绝对没有自己动手的意思 他就只是看看罢了 默默翻了一个白眼 季云开加快了速度 不再磨蹭 而萧九安仍旧坐在一旁 盯着他看 就像是监督长工作室的地主 这视线真叫人心烦 季云开转了一个方向 背对着萧九安 以免被他的视线打扰 在季云开埋头制作炸药时 银楼十八学士仅剩的火口回到银楼 向银楼楼主汇报复杀萧九安的情况 银楼楼主姓银明楼 银楼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银楼面如鬼魅 喜穿银衣 出身不祥 来历不祥 只知道他今年二十有期 杀手出身 风云路排名二十二 十方世界给他的评价是 六指银楼杀手之王 十八个兄弟 除小人之外 全部惨死 一眼被王让小人给楼主带话 说这是第一次 再有下一次 就烧了银楼 锦盛的火口并没有庆幸自己活下来 相反他更惶恐 任务失败 他们都会被当成花肥处理 可不想 这一次他们楼主大发慈悲地没有处罚他 只是淡淡地抬手 下去吧 自然 他们楼主抬的是左手 因为他们楼主的右手从不是人 凡是看到他们楼主右手的人 结成了花肥 无他 只因为他们楼主天生六指 失败了 杀手退下后 银楼淡淡地开口 而他的话一落下 就见南锦招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意料之中 本身也没有想过杀他 只是想要试一试他中毒后恢复得如何罢了 南锦招走过来 淡然从容地坐在银楼对面坐上 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面对银楼坑坑洼洼 肉流外翻 丑如鬼魅的脸 南锦招也视如平常 好似看不到一般 是的 银楼的脸毁了 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毁掉的 从伤痕来看 应该是被人一刀刀割开 并挖掉了脸上的肉 才会造成现在这样 这张脸 要是普通人看到恐怕会生生吓死 以为自己活见鬼了 不过 庆幸的是 银楼的五官并没有被毁 事宜他的脸除了难看外 并没有其他不适之处 让他可以和常人一样生活 既然是为了试探 何不亲自动手 白白牺牲了我的十八学士 银楼美好气地说着 伸出长了六指的右手 端起茶杯 惊磋了一口 也只有在朋友面前 银楼才会露出自己的右手 露出右手上的第六指 由此可见 银楼与南锦昭之间的关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